再跟哥儿几个节儿几个聊几句 这两天有个俄乌冲突之外的一个小事 算是剧烈军事冲突之外的一个花絮 那就是西方国家在把俄罗斯的资产冻结 国家的资产冻结之后 财产冻结之后 还把像一些有特权的俄国人 他的财产给冻结了 就是有人说这是没收 其实现在还没有说没收 包括游艇什么的 那个词是冻结 冻结跟没收之间还有巨大差异的 你甭管怎么样 说直接没收一个人的合法财产 这在一个法治国家 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他基本上而言他是先冻结 然后看以后的这种 这种王后的事态发展 再往前走 包括甚至于俄罗斯本身的 这个国家的这个资产 他也只是在冻结当中 没有像那个阿富汗那样的 说是不实 不实老师有时候脑子也是有问题 直接就是把那个阿富汗那个国家的那个存在西方的钱 要拿去赔偿 这个东西他有时候这个 我不是我对美国法律不太熟悉 然后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这个就有很多朋友在说 就是因为我看到也有很多很尊重的朋友在说 说那这个东西你一直在说尊重其他人的这个私有产权 国家的财产你还可以去说 那这些人的私有的财产 你这么冻结 是不是由 由为于这种个人财产 不受侵犯的这种理念 大概有三件事 一个呢就是说比较标志性的 一个是那个切尔西的老板吧 应该是切尔西 那个老板阿布 那个他的财产被冻结 他包括像美国的一些对中基金呢 还有阿布的这个 就是切尔西对这个股份呢 然后他没法没法经营 没法卖 那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普京的闺女 普京闺女呢 号称自己就是自己努力之外的帮助为零 就像就很像那个像谁 呃李鹏的闺女 是吧 也说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 大概努力了努力了几年之后 这些年之后呢 他获取了45亿美金的这个财产 他在西班牙的别墅 好像是西班牙啊 就被某人给给把所破坏了 然后呢安置乌克兰的难民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比较标志的是这谁 就是说瑞士啊 有三万人签名 要驱逐普京的情妇 原来原原原原俄罗斯的那个体操运动员 其实听最后一条消息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那什么的 您说吧 这个一国家堂堂领导人 是不是普大帝天天那个 骑马柔道的 然后呢 这个有个情妇举世皆知 这个你说这这当的领导人 当的当成这个样子 当然了人家可能也不太在乎这事啊 就是说当成这个样子吧 总觉得让人觉得哪欠点 您看您看您看我们我们国家领导人是吧 对自己家庭这个讳谋如深 您您想想看到今天为止 我都不知道咱们习公主长什么样 至于说咱们圣上的家庭生活 咱们就更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这种 窥视之余地啊 但凡有一点泄露出来呢 也就是说像张高丽老师啊 跟彭帅他这种关系 这个也是彭帅自己给揭露出来 否则的话 大家也不会知道 那张高丽老师的这个 那么大岁数了 是吧 还能够还能够在床上去满足一个如此健康的女性 而且呢 自己老婆还在外面给他守门 像这种这么这么牛逼的这种事情 我们都其实不太知道 那都是那个这个只有国外这些领导人 哪怕是像普京这样领导人 普大帝也才能让 也都会让人知道 这个在中国这个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只能在下面有江湖传说啊 比如说孙祖英老师啊 这些事情 我们也只是江湖传说 那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说法 那在朋友们就在说 说你这个不对啊 对吧 说你把这个这些人这个财产啊 人身啊都给都给侵犯了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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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是有违你西方的一个价值观的 其实我其实特别想跟这些朋友说一句什么话呢 就是说我想请问他们一件事情 如果中美之间像现在美俄之间产生这样的冲突 或者说西方世界跟美国跟俄国之间产生这冲突 那个那有一个问题 中国的这些领导人 包括他们的白手套 包括他们的家人们 在西方所置办的这些产业 如果西方人给他冻结了 那您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问题我想请这些人回答一下 这些人一直以来就在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高层领导们 在西方的这些财产应该给他冻结上 如果一打仗 或者是你这种进行制裁 就应该马上去冻结 那现在他干的有什么区别吗 并没有区别对不对 为什么说你一到中国这就开始 就那个你就觉得冻结他们是可以的 那你到西方这个俄罗斯这边 你就觉得不行了呢 首先啊西方人这样的 就是说第一我说过他是冻结 而还不是说直接没收 没收敌国资产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说你冻结 这走一个往后要走很长时间的法律程序的 这个是其中之一 第二那他冻结的是什么样的人 他并没有冻结那些普通俄罗斯人 那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很多的这个俄罗斯小馆子什么的那些 那些人他的财产被冻结了吗 并没有 他们并没有说 甚至于他们并没有美国的身份 就是说美国的像像那个国籍 他有可能只是美国的绿卡 或者工作签证 或者无所谓了 这什么都没什么关系 他只是在那边生活工作 他还是俄罗斯人 他们财产并没有被冻结 财产这东西啊 有一个你要你要看他是什么样财产 您比如说吧 我们中共的很多高官 他那些财产是怎么来的 那他是由中国人民的这个血汗而构成 俄罗斯也是一样的 他也是由俄罗斯人民的血汗而构成 对吧 那他们取为己有之后 在西方在大肆的制产业 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如果两国之间没有这种敌对的关系 你可能还能是就是说 在这边你不说什么也就罢了 但是如果两国之间有这种敌对关系 那冻结他的财产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让他们这些财产无法再用于对乌克兰的这种攻击 不让他有这种腾多的余地 这个是一个敌对国家应该能做的事情 这并不是说对个人财产的侵犯 而是对敌国的战争潜力的一种遏制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将来不论是说 有任何俄罗斯政局有任何变化 这些财产它很有可能是要回归到 整个俄罗斯这边的国家当中的 是要还给俄罗斯人民的 那这些财产不是好钱 不是好的钱 就像我们说起来的话 那独销的钱 你觉得冻结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对不对 有些钱 对吧 你比如说像俄国 我说了俄裔的这个人在美国 或者是在其他国家 他们正常生活 普通的人挣的钱 没有被冻结 那是一个正常的收入 对吧 我们毕竟这个社会不再是当年的社会了 有人就是拿这个说起来说 你看美国人说二战的时候 那个把日移的这个美国人都给那个关起来 然后呢 为了取得他信任日移美国人 那当时组成了单独的这个兵团 军团 然后去打仗 非常勇敢 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美国人 但你看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不要老用原来那种眼光去看 现在他会还还还美国还会干这种事吗 他跟那个他把那个他把俄罗斯人给捐起来了 没有吧 对不对 不可能干这些事情了 甚至于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不会再重蹈当时那种复者 哪怕是在是开始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很难再把这个东西弄起来了 所以说呀 我们要看一件事情 你非得是说一个僵硬的类比 这是不对的 或者是说我们你想类比 你就回过头来看看你所关注的东西 就像我说的 你说中国的这个 你为什么你就说 哦 你要把共产党的这个财产 给这帮人的这种 这所谓的底产或者是逆产 你要给它冻结上 这个没问题 那俄罗斯这个就不行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我们用标准吧 老是有人说双标 咱们要用一个标准来说 来说事 所以呢 就是说首先 我再强调一下 首先这个东西不是没收 是冻结 是一个合法的活动 就往下的行动 它可能需要持续很长时间 才能够把这事情理清楚 第二 普通人的 俄罗斯人的在境外的财产 没有被冻结 没有被冻结 它冻结都是这些 有特殊背景的人的财产 以及他们的人身 可能会被遣返回去 什么的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 那这两点你弄清楚了 第三个 你就可以能理解了 那在这种状态下 这种冻结 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对吧 我们不能够去双标嘛 尤其是中国人 不应该做这个双标 这个才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就是说我个人觉得 这个 不要去那种 不要去那种 就是 就是这个 一说起来 就是高举高打 什么的 到自己这儿就开始双标 这个完全没有意义 是吧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另外跟大家聊两句 说两句 说一个事 就是 可能在 明后天的时候 我可能会 怎么说呢 就是去小小的去出去玩两天 度个小假 然后呢 我会尽量保证不停更 就是至少更个一期 但是呢 就是说尽量啊 尽量 我从打 六 去年六月份 六月一号开始 到今天为止 应该是没有任何一天的断更 这个 每天呢 说跟大家评个一到两期 甚至于有的时候 这么多三期都有可能 那 但是呢 您总也得说 我这个春天了吗 春心萌动 对吧 昨天 您在我推特上 可以看一眼 我发的那个 京都的城南宫的梅花 非常美 然后呢 看到你 当然了 是吧 春心萌动了 你总要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 好多 到目前为止 我们先 我现在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 都没有坐过飞机了 您想想看 这在我的这个 不算长的 这几十年的一生里 这是一个 除了除了很年轻的时候之外 那是一个 很难想象的事情 所以呢 自己开车呢 打算去出去 去溜达溜达 呃 去看一看这个 日本是一个很美的国家 去看一下 有些地方的这个风景 呃 如果有可能呢 不停更 然后呢 如果有另外一种可能呢 是给大家拍个一个 呃 拍一些这种 小的这种 视频 回来放了 放到这个会员区 呃 然后让大家看一看 好 谢谢诸位